哈囉,大家好,我是RS,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講題是 就是AGPL 和大SARS 時代授權的逆襲 那其實我這個定,那我是現在,我是RS江,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 我在博任.t 到有一些我做過事情,我現在在眾議院當RA 對,然後我們今天早上才剛講完簡訊時間這個東西 我們現在就在做數位政府和各式各樣就是資訊法相關的議題 那為什麼,首先就有一個很好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講到AGPL,感覺社群裡面就是想授權,你就講爛啊 你就上GitHub網站,點一點,然後就有三個,你就無腦選一個 對不對,好像現在都不太需要去思考授權有什麼問題 那其實最早就是因為我在推特跟 好像不太穩定,OK 那最早其實我在推特上跟人家網路吵架 就是說,這個是Asahi Linux的作者,就是Hector Martin 因為我有發了他的推特,他就一直說,喔,就是HPL非常恐怖 然後說,你知道嗎,HPL唯一能遵守HPL的規定 就是如果你的程式碼能應出他自己 不然的話你就沒有辦法遵守HPL 其他人,你們都是違反HPL,你們全都是 然後後來就,我這邊沒有截圖 但後來就引用他的推說 這就是為什麼你不會在推特上隨便看一個 不是念法律的人這樣法律議題 對,所以,但是我覺得單純 因為那時候在推特上面跟他這樣一來一往 我覺得沒有很清楚 那我覺得如果想打比戰,又不想浪費時間的話 就把內容拿去投稿 然後我就花了一點時間去整理說 那到底HPL進來有什麼樣的爭議 然後可能會需要做什麼樣的探討 然後因為很多議題還不是很確定 所以我就會試著盡量讓大家大概知道說 現在為什麼,例如說為什麼會有HPL 然後這個產業現在在就是開源發展蓬勃 現在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 然後後來又引申出現了哪些的授權 然後這些對我們可能有什麼影響 那我們覺得迅速可以複習一下就是授權的光譜 大家如果有就是知道就是開源授權 開源和自由嘛,就是你有open source 你有就是好像沒有什麼限制的改作利用 那你有free software,自由軟體 希望可以盡量保證,保障說 如果就是遠遠流長的自由有沒有 就是我今天使用了這個軟體的程式嘛 我還可以去修改,還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 那這個東西就講到說最有名的可能就是GPL,對不對 那大家要知道說,我們知道說 例如說Linux的kernel 它雖然不是GPL30,但它是GPL2.1 那保障使用者可以執行重置修改散步 如果你改作要分享修改軟體的自由,對不對 然後感染性,就是如果你今天使用這個軟體 在你使用的一部分程式嘛 那你整個跟它連結的程式嘛 整包就要一起就是受GPL授權技術 你也要用自由軟體的方式放出來 那它為了就是避免說就是大家知道那個講爛的故事 說那個如果你去用什麼印表機的驅動程式 沒有辦法自由修改 沒有辦法好好的掌握你的硬體等等等等 那這個東西是GPL,我們已經非常熟知 是有GPL 那它其實要彰顯的就是自由軟體的四大自由嘛 就是你要不限目的隨心所欲的執行程式 你要有辦法可以研究程式的運作方式 然後去修改它 然後你可以把這個就是 如果你覺得好用的軟體 你應該可以就是copy給人家幫助別人啊 那如果你修改的版本 你應該也可以copy給人家 就是讓這個軟體是真正的你可以掌握這個軟體 而不是說你在被這個軟體就是陷在這個什麼零物之中 對 那這個是自由軟體的四大自由 那我們就講到說為什麼會有就是AGPL 就大家應該看過這張XKCD的梗圖 對 好像我們在現代社會裡面就是開源軟體 或是自由軟體其實非常的蓬勃 但是我們很多現代社會其實很多的基礎是建構在一些 你可能顯為人知的網路基礎架構 可能是一些只有一兩個某個就是 就是他這邊舉了什麼內 內布拉斯卡的某個就是從2013開始維護的人 那可能台灣舉的話我不知道 可能從有一個住在苗栗的隱性埋名的就是神秘開源人 就其實一直在維護就是可能台灣整個的硬體架構 或是網路的基礎架構 我們都不知道 那好像我們在上面堆砌了很多就是 現代的數位的各式各樣的基礎架構 但是像那個時間啊 像網路安全加密各種通訊限定 其實很少人會去問說 這些人有沒有因為網路的蓬勃受到回饋 然後這些人有沒有人去幫他們 那最有名的就是近年來最有名應該就是 大家知道OpenSSL的Heartbleed嗎 就是OpenSSL大家可能很長 假如是不論是加解密產 RSA金藥產各式各樣的東西 或是你程式裡面需要用到那個SSL或是TLS 那你可能都會引OpenSSL Library 但是其實他的開發者真正有贊助他的 真正有贊助他的開發者 或是真正有投入協助他開發的人 可能寥寥無幾 那後來就是 就是有一個德國 其中有一個德國的就是開源貢獻者 就是貢獻了一段有問題的程式嘛 導致就是SSL裡面那個Heartbeat 就是確認你還有沒有在使用TLS連線的就是 協定的其中一個環節 可以被利用然後可以做資料洩漏 應該沒有講錯 那這個東西那個時候叫做就是什麼 什麼心在堂寫Heartbeat的那個漏洞 然後就非常弄得非常大 那科技界也這個時候還終於重新審視說 那我們的基礎建設是不是投入不夠的人力 是不是都是讓一些就是這些 單獨的個體的開源開發者 在寫著維護一些 在等於是幫什麼 為人作駕的幫他賺利益 那當然就 你看後來 例如說IBM Intel 微軟 他們當然就是有成立發展基金會 發展捐款 維護這些基礎架構 那但是這個 但是我們也知道說這件事情不可能長久 或說這件事情不可能就是說 只有OpenSSL 一個禮其他人不會遇到 對不對 那這個其實從2013 2014 就開始有討論說 所以這個開源軟體 以前是大家不敢用 或是不確定怎麼用開源軟體 現在大家越來越會善用開源軟體之後 其實反而這些開源貢獻者 反而好像被就是剝削了 他們免費的在幫 原本是為了理念 原本是為了就是社會貢獻 但現在有點像為大公司作駕 大公司會就是 無償的把你這些東西收割走 但是卻沒有 不願意回頭去贊助你的專案 贊助你的各式各樣的開發 那你還要在下班的時間 去解issue 去解bug 去看其他人的PR 對 但是這些其他人就是可以直接 NPM install 就直接把它裝進電腦裡 那實際上就是像這樣的 就是權力不平衡的狀態 其實就有在 就有開始被社群所討論 那AGPL其實大概就是在2007年前後 就是被就是成形了 那它叫做Afferal General Public License GPL我們本來就知道 它是GNU Public License 就是一個回文 但是為什麼叫Afferal 是因為原本是Afferal家公司 做和雲端網路服務相關的軟體 那其實它雲端和網路服務相關的軟體 其實這邊就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它基於GPL但是又去做修改 因為雲端網路服務 GPL我們講到說傳統 你會 你要被GPL所拘束或規範 應該是要你去修改還有散步的行為 但是如果你是雲端的主機 你就是修改完之後就放在你的雲端主機 跑服務給大家用 那實際上你好像就沒 依照GPL授權的話好像就沒有那個義務 要去把這個程式碼放出來 所以它那個時候有這樣的修改這樣的討論 然後後來為自由人體基金會 後來為就是其他人所採納 然後作為一種新的自由人體授權出現 那我們就大家可能都沒有 每次講到授權的時候 都是看實際的藍人包 那因為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AGPL 所以我們就實際看看到底改了什麼 那我們就把兩個檔案拿去跑DIF 然後我覺得我不會一行一行講 但是基本上你可以看得出來說 它在前沿的部分 除了改名之外有去做修改 那它有刪除一些原本針對GPL 3.0的前沿 然後去增加一些關於 AGPL我們剛剛講到網路服務的前沿的這個部分 但是在實際的授權條款 其實AGPL本身 對就是因為它很長 所以我們就往下跳 直接跳到第13款 AGPL本身加入了第13款 和去修改的第14款 那我覺得這有點太長了 對反正我就 總結給大家看 相較於GPL AGPL到底多什麼 什麼是AGPL 它除了改名字 然後前沿就是寫了更多說 為什麼我們要有這個東西之外 最重要就是它在GPL以上 加了遠端網路互動的條款 它去規範說就是 如果你的程式 透過遠端接受使用者的互動的話 那你修改的版本 應該要就是 有辦法被下載被放出來 然後它再如何將條款 採用到你的新程式 它其實已經在契約的後面 就是在授權條款的後面 它原本是說 如果你的程式 是一個命令列的工具的話 你應該要 例如說打什麼showw 打help 應該要印出來說 這個程式受GPL規範 那它就把它這邊修改成網頁 說如果你有 就是透過網頁的話 你應該有適當的連結 各種各種 那原本GPL 3.0的條款 還有就是LGPL的廣告 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就是 弄得到就是 如果你是想要做 像System Library那種東西 你可能要換一個授權比較適合 那AGPL這邊它就沒有講這個 這個是詳細GPL和AGPL 到底差別是什麼的部分 那我們就來問說 道理這個東西 為什麼會起爭議 就是AGPL到底哪裡不自由 因為你其實不只是Hector Martin 那一個人講 就是AGPL其實你如果仔細看它的條款 這邊有很多有趣的問題 包含就是 我們剛剛講到的 第13條遠端網路互動 他說如果你去看的話 他說遠端網路互動 除了這個契約規定的其他條款 那是withstanding 那其實是in spite of的意思 除了這個之外 如果你去修改這個程式的話 你必須要就是提供 透過電腦網路去提供使用者 就是有機會去獲得你程式碼的機會 而且不可以收費 然後你可以透過一些標準 或是自訂的那個方式 去就是讓 碎形這個複製的程序 那這個東西還會定義到說 那你程式碼本身是什麼 就是雲端的程式碼是什麼 那AGPL這邊就講說雲端程式碼 其實這邊很好啊 他講雲端程式碼是 就是如果是目的檔的話 就是你程式有編譯的話 那就是原本那個原始檔 如果你程式是直接就是原始檔的話 那你就就是原本那個原始檔那個著作 然後如果你這個後面這些 這些都是原本GPL的條款 就是說如果你把這個東西複製 把目的檔放在網路伺服器上 和就是原始檔一起散播的話 你可以放在同一個伺服器 或放在別的不同的伺服器上 但是這個問題就來了 雲端服務好像現在的 不論你是寫PHP也好 你是寫Python也好 現在其實蠻多的就是程序員 沒有經過編譯的這個環節 那它可能中間有暫存 可能有不同的 例如說快取檔案 可能會有就是just in time 就是即時編譯先快取起來的一些翻譯的檔案 這個東西是目的嘛 它有對應的原始嘛 它有散佈嘛 雲端服務這件事情在跟傳統的 就是傳統的我們寫好程式編譯 例如說GCC有沒有 常常見到編譯器 GCC 那它的本身的特性就是不一樣的 那你透過遠端網路互動 這個遠端網路互動 到底是什麼樣的情況 其實這邊就有一些學界的學者 當然是資訊學者提出了一些疑問 就是說如果我就是使用了AGPL的軟體 然後讓使用者透過E-mail跟它互動 這樣是遠端網路互動嘛 那如果把它放在一台機台裡面 就像那個遷入式系統 這樣它有透過遠端網路互動嗎 那如果我是讓大家實體去跟它操作 這樣要怎麼辦 那其實這邊就會有道理 我們要怎麼解釋這個契約條款的問題 那或者說我如果是授權者 因為其實很多的大公司 他們在選擇AGPL的時候 心裡可能其實想的是 喔我想要博得一個開源社群 把軟體釋出來的美名 但是我不太希望大家就是真的拿來利用 那像這種情況之下 嗯 道理 這原本的授權者 他要想要解釋大或是解釋小 這東西到底要怎麼解釋 甚至說如果我外加條款 例如說我說AGPL加上一個條款說 如果你要使用我這個軟體 你就要捐贈CostCover 100萬 或是如果你使用我這個軟體 然後你又在微軟上辦的話 那你就必須要告訴我 就是Windows的秘密是什麼等等 那像這樣的外加條款效力是什麼樣 那其實之前有一個非常罕見的 就是Neo4J vs Graph Foundation 在加州北加地方法院吧 對 有一個訴訟 但是它其實主要是針對說 嗯 它其實還是針對我GPL裡面的條款 就是我如果拿到了程式的原始碼 然後GPL條款裡面有說 如果你拿到了GPL的程式 上面有附加外加條款的話 你可以除去這些外加條款 不受這些外加條款拘束 但是如果作為法律的契約 或是法律的授權條款的話 我是授權人 為什麼這個契約 為什麼我使用的授權條款 可以限制我不可以做什麼事情 對 就是這邊有三方有沒有 就是我是程式碼的 著作權的游泳者 你是被授權的人 然後還有一個下游 那為什麼我會被 還有這個撰寫授權條款的人 可能是自由人體基金會 為什麼自由人體基金會寫的授權條款 可以拘束我 不可以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案子在這邊是敗訴的 那這邊就彰顯到 其實就凸顯到 就是AGPL或是GPL本身存在 在資訊社群我們一直沒有去探討一個點 就是它好像作為我們捍衛 就是原始碼 或是捍衛程式碼 不會被偷走 或是不會被 拿去利用 然後不公開的動量 但是我們很少去認真的去討論 它到底的定性是什麼 它是授權條款還是契約 它在例如說英媒法裡面是 是一種就是銷售契約 上用契約使用契約嗎 然後它的拘束力到多少 就是它對我擁有誠實碼 就是著作權的人 可以規範到什麼程度 那它很多的細節都是 我們知道它有個想像 但是這個想像和實際上 例如說實際上在雲丸服務運用 或是實際上著作權法的規定 並不完全一樣 這個東西要怎麼對應 其實就沒有被講得很清楚 那我們可以先看他山之石 就是我們知道最近社群有 除了這個之外 除了AGPL之外 其實社群有別的新聞 例如說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MongoDB 就是原本非常吵的 有沒有 NoSQL 然後不要寫 就是SQL Query 可以用各式各樣的 例如說像 類似Json的那個 Query的方式 去調取裡面的資料 那它在使用了 我記得是Apache 好一陣子之後 突然有一天公佈說 它想要轉變成 Server-side Public License 這個是什麼東西呢 其實如果你認真去看 它的條款的話 它本質上 是從AGPL修改過來的 但是它特別去規範說 因為Mongo的官方 它其實有寫一篇部落格 就講說 嗯 我覺得應該是針對AWS 就是 他們作為開發商 把這個東西開發出來之後 等於是被亞馬遜 或是雲端主機的供應商收割 然後他們雲端主機工商 用在伺服器上跑 然後就把這個服務賣給大家 但是他們自己 Mongo本身也有提供hosting的服務 你也可以把資料托管在Mongo 開發Mongo的公司那邊 等於是他們並沒有因為 就是將這個 開發商為運 而受到 就是受到回饋 他們沒有辦法繼續開發 所以他們 雖然是修改這AGPL 它就特別規範說 第一個是如果你 無論有沒有修改 如果你透過網路提供服務 都必須要提供原始碼 第二個是 剛剛AGPL的提供原始碼範圍 是你可能有 就是 剛剛講的不是很清楚 如果有編譯的目的檔 它要對應的是 有程式碼的原始檔 但是 這邊它提供原始碼的範圍 它就 Server-side Public License Mongo官方訂出來這個規範 它說要包含管理備份網頁界面 各式各樣有辦法讓你 營運這個東西做一個雲端平台的原始碼 對 那所以本質上如果你是AWS的話 你就要把它整套的就是 你怎麼樣就是使用Mongo 就是Mongo DVD 然後怎麼樣營運 通通要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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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通通都要開源出來 那這個就有兩個很好玩的問題 就是第一個 GPL的授權條款和AGPL的授權條款 其實都有規範說你不可以修改它 對 那道理 授權條款本身好像似乎也有著作權 那授權條款本身 你是不是侵犯了授權條款的著作權 它是不是允許你這種衍生的授權 這就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們剛剛講到前面講到軟體自由四大自由 當你這樣去限制大家說 如果你不論有沒有修改 你都要提供原始碼 然後要提供這麼多 那道理是有點像什麼 羅賓漢嗎 劫富濟平 但是還是你本質上其實已經背離的自由軟體 有點像強迫人家 一定要怎麼樣的行為 那這是第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我們講到就是 大家知道中國之前有 凡996許可重 那它這個東西其實它就是在 MIT授權條款裡面加額外兩段 你如果仔細去看的話 它就會講說 它其實是從 從伊利諾州 伊利諾大學鄉冰校區的法學 和資訊學院的研究生發起 那一開始是因為當時在炒 就是軟體工程師過勞 然後各個中國的前段的科技業 或是諮詢軟體廠商 他們都 他們可能都有過度加班的問題嗎 那像這種情況之下 在不健康的勞動環境下 這些工資其實在開源界 還是非常的蓬勃發展 非常的貢獻的多 使用人也多 那這個就有點像是 程式設計師程序員們的反擊 就是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在 MIT的授權條款上面 在外加說 你如果仔細看它上面那個規定說 如果你被授權的 就是如果你是被授權的就是個人 或是就是法人的話 你就必須遵守當地的就是勞動法規 而且它為了避免 例如說你把公司設在圍巾半島 對 它就會要求說是 員工實際工作的那個地方 或是員工就是在哪裡出生 或是在哪裡就是規劃的勞動法規 依照比較嚴的那個為主 然後你必須要遵守勞動 遵守相關的就業的法規 它就試著要要求被授權的法人 遵守勞動法規 但是這邊其實就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992也好 甚至後來BLM可能也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開發者會去訴求說 那我要求說你如果使用我的軟體 不可以去 不可以把它用在歧視的方向上面 那像這種外加特定限制的 它的本質上到底是什麼 雖然例如說寫這些授權投稿的人 你都會去宣稱說 我和其他的開源授權都相容 但是其實你本質上 還是加了一個特定的限制 這樣子還是開源軟體嗎 它真的相容嗎 在法律上的意義是什麼 那當然這個作者在它的 因為它其實996 996許可證 對 Anti996 License 它其實都是在寫說它是草稿 然後它又花很多時間去解釋 然後一直去強調說自己不是非政治性 然後我們只是希望帶起一個討論 所以我們實際上也還沒有看到 就是真的有很 真的有在一個很穩定獨立的法律的體系裡面 有被996反996許可證 有被提到法院去訴求說 你這公司違法 所以我們要提告這樣 所以我覺得 剛剛我們講到這幾個 延伸自已知開源授權條款的項目 有AGPL 有SSPL 有反996許可證 但是它們執行的效率是什麼呢 我覺得其實問題在於就是判例還是很少 就是我可以給你一個解釋說 我們開源社群理解是什麼樣子 我作為工程師的 作為工程師的自己 和作為法律員的自己 可以各給出你一個答案 然後猜測說 法院可能會比較怎麼判 但是 因為這個東西判例很少 所以 我覺得先把它提出來說 大家要意識到這個問題 然後 並不是說 你使用AGPL就一定不開源 或是 或不自由 或是你使用GPL就不自由 因為實際上 GPL也是有在法院上成功被捍衛的 就是 判例 存在 但是呢 我覺得在AGPL上面 GPL本身就很少 AGPL更少 所以我現在可以 我現在我自己的 意見可能是說 我覺得AGPL不至於到不自由 但是 至於有沒有真的有沒有自由 需要法院和需要 整個就是 整個法體系的環境去解釋 然後讓它穩固下來 這樣才有辦法就是 真正去講說 AGPL是一個 真的可以捍衛自由的搜尋條款 那當然 大家一定會說真棒 就是這個法律人都這樣講 就是我覺得不一定會不自由 但是 這是目前可以給錯的答案 那我覺得可能透過書寫 或是可能透過在社群點出 像這樣的問題 然後 我們再去複習一下 自由軟體的四大自由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說 因為批評的人可能會講說 你加上這些額外限制 就沒有辦法隨心所謂執行程式 你就違背了四大自由的一些基礎 或是說你就讓它在法律上 沒有辦法互相的 就是通透 但是其實如果我們在講它是契約的話 我們根本上會就回到說 你的當事人的爭議是什麼 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那這些 這些資訊社群會不會認為它是 這些契約是像 或是說他們在解釋上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基本的 所以它本質上可以完全無視說沒有這個條款 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這些契約都不要隨便亂 就是如果是什麼 SSPO或是反996 可能還沒有辦法拿在開源專案裡面利用 但是 如果 以後真的有判例堆砌出來的話 或許可以給它一個比較好的地位 就是說它在某種程度上 是可以 例如說 正在 例如說定定損害賠償 或定定就是 Liability的上面 就是 去移動那個線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們作為 後開源時代 就是在 開源之後 我們去思考說那開源了 然後呢 我們社群到底想要選擇的價值是什麼 就是我們希望 要捍衛就是四大自由 然後 嗯 捍衛四大自由 但是可能要容許程式嘛 就是 因為我們 就是 站在這個自由價值 而不 而會被一些奇怪的拿去用呢 就是 有點像什麼 我們要捍衛絕對的言論自由嗎 我們要捍衛絕對的 比如說 使用人鐵自由嗎 或是我們選擇 在某種程度上 去妥學或規範 然後有沒有辦法建立一個 資訊社群的 ideology 我不知道 對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會影響 授權條款作為契約的解釋 然後 這個東西 也可能會 可以 刑訴或是 為 授權條款以後怎麼 以後怎麼發展 就是 提供一個新的方向 對 那這個我覺得 可能 又可以講一個 或寫一個文章 但是就是 今天我先提這個 大家之後可以再 想想 那 有一些參考資料 我就不付了 對 然後我如果 大家對實際上這個東西的契約的 效力怎麼去界定的話 我可以就是比較 進入細節的跟大家討論 那我就開放個 QA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任任 那來吧 有沒有什麼問題 Fire過來吧 Hello 我想問一下 因為其實在 HPL的授權 我常常看到的狀況是 用Dual License的授權這樣 就它有一個 Enterprise 然後跟那個Community的方案 然後 那這樣可以嗎 我有點好奇 那 很經典的例子就是 HackMD現在就是用這個 現在用這種方式 那這個OK嗎 有沒有判例這樣 謝謝 那雙授權的話 其實 應該是 資訊社群已經行之有了 不論是QT 或是各式各樣 你知道 有公司 或是有在 就有 LGPL和商業的雙授權 可能AGPL和商業的雙授權 那只是因為 AGPL 就是限制非常的嚴格 就是有點 比以前 我們都還知道 已知的還嚴格 那這個東西會 它的效力為何 有沒有辦法在 侵權 人家侵權的時候 去就是要求人家 例如說下架 或是在人家就是修改 然後去拿去 再利用 但是沒有公開原神網的時候 有沒有辦法逼它 把原神網叫出來 我覺得這是我們一直在探討的問題 就是 到底它規範的效力有多強 然後inforce的效力有多強 因為 契約這種東西 如果你是沒有授權 或是賠錢 是最簡單的 但是要求人家做什麼事情 就會去比較細緻的討論說 那你可不可以這樣做 對不對 你有沒有被拘束規範 好 場面一片進入 這是不是太硬了 剛剛那個問題我想要 feedback一下 就是如果是 dual license 的話 應該 以我 以你剛剛講說 enterprise 跟 community 兩個的話 應該在 enterprise 那一段 算是因為它 你付錢給權利的所有人 就是公司 那家公司 也許 比方說 你可能隨便有一個軟體 那它額外給你的權利 那就已經跟 HPL 已經脫離了 因為它那個時候是額外給你權利 然後它作為著作權所有人 它就給你權利了 所以這邊可能沒有什麼 可以不可以的問題 因為你已經從另外一個管道 拿到另外的權利了 就變得不太一樣這樣子 對 是 請說 謝謝 很少有機會可以做 follow up question 那個 那 我很好奇的是說 所以 以你的意見來講 就是剛剛的脈 就是回答的脈絡來講 會是講說就是 AGPL 是不是太 嚴格 對比較 比較傾向那個 著作權的所有人這樣子 然後 會嚴重侵害到去使用 他的 使用軟體的這些人這樣子 就是他 在條款上面 天秤是比較容易傾向哪一邊這樣子 我覺得 我把它換一個角度來講 就是 作為 我作為著作權人 我們作為著作的所有人 我本來就可以自由地選擇 我要怎麼授權 那 胎原授權的特性 或是自由軟體授權的特性 就是 我們講Coby Left 著作權 尤其是GPL 就是著作權 就是說 我透過授權的方式 確保這個著作 可以遠遠流長的自由使用 那 但是因為他原本 本意是什麼 用著作權來對抗著作權嗎 對就是 那他原本有這樣的特性 但是因為 AGPL有點像是 反過來就是 要針對 針對想要拿去利用使用的人 不斷地追加他限制在上面 就是你要達到更開放 更自由 然後交出更多的東西 但是著作人本身好像又沒有 著作人本身 他想要怎麼樣 就是他想要額外在商業搜尋 本來就可以 那作為開源社群 貢獻 你做PR做貢獻到這樣的 軟體裡面 知道這樣的專案裡面是OK的嗎 會不會導致大家 就是 會不會導致本質上 你只是 只是從 原本是幫大企業 就是服務 變成你本質上是幫這個 AGPL專案的著作人服務 他其實問題比較可能在這裡 就是他不自由的本質在這裡 當然就是專案的授權版 就可以選擇 他要怎麼著作 所以他在被講 沒有選擇怎麼授權 所以他被講不自由的環節 有點像是 你只是改 讓專案的 有 萬一的maintainer 或是專案實質上 可以行使專案著作權的人 有 有利可圖嗎 或是有更多 inforce的機會 那社群裡面 我覺得比較大的爭議 就是他在講num free 不是自由的時候 是針對這個方面 好 那我想我們應該 就到這邊 那再掌聲感謝一下 RS任任 謝謝 如果有興趣抓他 可以再抓他 就是一般討論深入 那個法律的比較少 那我們下一場議程會在 50分 就大概4分鐘的時候 再回到這裡來 那就謝謝大家